国语有生善书 五妙明正堂善书 养生因果要论 主著先佛为文昌帝君 第萨一章 静脉曲章 文昌帝君将 诗曰 一粒子深耕 绵绵果实成 众因缘畜律 报应结连蓬 盛世 著书论静脉曲章 怀孕 久战 久坐 遗传 服药等等 有着林林总总的缘起 皆可能诱发静脉曲章 但世人不要以为此证 仅是外观不雅 其潜藏的病因不容小觑 如果稍加不慎 可能造成恶性癌的下场 静脉的压力增加 静脉壁扩张 半膜受到回流血液破坏而渗透 血液积存于小腿 恶性循环致使其下的静脉 逐渐遭受沉重压力 静脉管壁只好朝外伸展 如此一来便形成一条条浮路的血管 即称为静脉曲章 静脉是人体血液循环交换养分 及养气的管道 负责将血液输送回心脏 但患由此证实 静脉半膜无法抵挡血液逆流 进而缺乏养气 养分 更使喝无法反抗的心引力 而输送回心脏 所以血便会积脚部 脚部附近的肌肤因而暗沉 骚痒甚至溃烂 形成淤血性皮肤炎 阿珠性本善 但好口舌 论是非 于邻里间素有广播电台的昵称 某日见陈氏跌倒 至腿部淤肿 便好意介绍来路不明的药品 供其使用 并指引至国术管针灸引流汇血 起料陈氏之病情无好转 更恶化到截肢的地步 时光荏苒 转世后阿珠职业为专柜小姐 因需要久战 所以不幸患静脉取张 初期并不为义 以为用丝袜包裹即可 怎知素适介绍来路不明药物的夜暴侵扰 致使皮肤溃烂 苦不堪言 因果夜暴并非种医收医 而是如农人种植一粒种子 便可收成无数果实 夜暴如种子发芽结果 必须有赖阳光 空气和水的圆柱成 因此世人未必又圆成因果 便可由圆着手 祖阙夜暴 一者注重养生 二者诚恨行善 若有余力则更应祈求因的消逝 长此以往 怎么不会获得快意的人生呢 小编建议 如同先佛所说 看到本书 知其病造迅速就医 并询法门解释成颤塑也 法门可以借由注印此本善书 或末法词音第二部 或者在五妙明正堂安斗 建议北斗本命延伸新菌斗 以功德回向加上医生治疗 相信对自身病痛会有显著改善 可以先后问五妙明正堂先佛 了解自己英国语如何改善 请自行联络名正堂师兄子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葬葬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伦道五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恒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炶籽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小雷 炶藏 炶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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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